那今天這個案例算是 大概有從19380所衍生的 那到一個有在高雄的家庭的聚餐 有到屏東跟旅遊 兩對情侶 的一個聚餐跟旅遊 然後衍生到一個沙石廠裡面 沙石廠的工作 的場域 然後沙石廠的工作場域 總共牽連了 總共有三個家庭 那三個家庭 裡面在衍生了 後面 第一個在 這等於是老闆跟老闆娘 那他的 小孩 也有今天早上在台南 女兒在台南聖宮 有 有一個相關的一些 一些 寒假的一些活動 那也有他的其他的非同住的家 家人 姐姐跟姐夫確診 那這一家人總共是有新列的六個確診 那另外在同職場有一位19584 那家裡面的人也有在四個 這個家庭 總共有五個人確診 對 那在這個第一個再來 我們剛才講就是說 在屏東足跡有兩隊 對 等於是一個情侶 那一起有旅遊 那其中的19434 當然這個沙石廠裡面的一個員工 然後跟他媽媽同時都在這個沙石廠工作 那今天衍生了一位19530 19530是他們的應該是那個哥哥還是小孩 這是這19435的小孩 那這個案子到現在 應該有一點在來源上面需要帶釐清的 從一開始最早發病 是大概是19382 所以在思考上都從這個家庭的群聚 那往 群旅的旅遊 然後再延伸到其中的一個 的一個女朋友到沙石廠 那沙石廠再往下做延伸 那今天看到的是19530 他是在1月10號的時候入境 從中國入境 然後住在那個防疫旅館裡面 住到1月23號 住到1月23號 然後到現在才來發病 從1月4號如果是從 境外移入的 然後到現在才發病 時間實在是 很難去解釋這樣的一個情況 然後當然他CT值32 那CT值當然可能需要再進一步的 等於是在第二次採 那情況大概就會比較清楚 不過目前來講 他那時候入住的房間是一個 在旅設大概是有相隔壁的房間 那他的1月 有1月21號入住 然後2月2號出來的 那 這裡面這個 這個307號的裡面 那最後他是陰轉陽 他出來的時候是陰轉陽 然後這剛好是在高雄交通船 交通船的司機裡面被匡列的父母 所以這裡面有這樣的關聯性 那在 住的房間很接近 那時序上相關 那加上說他現在確診跟他入境的時間 相隔甚遠 所以這個是不是一個源頭 那需要進一步的來做釐清